关于《倚天屠龙记》的讨论中 谁是最美赵敏的讨论时至今日仍层出不穷 可能有人选张敏 也可能有人选贾敬文 但你知道吗 在B站看到这个视频时 刷的最多的弹幕是刘玉璞第一 年轻一点的读者 可能对他比较陌生 但经历过事实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他曾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也是一代人的易南平 他是台湾女星 出演过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最快至人口的就是八四版《倚天屠龙记》 他出演赵敏 见眉心目面旁肃消 眼如两丸水银 清澈灵动黑白分明 他的扮相动静皆宜贫喜动人 笑有潇洒之姿怒有肃杀之气 凛冽如山间雪艳丽若晴时日 他将赵敏饰演得栩栩如生 仿若人物从书中走出 在观众面前述说一段江湖往事 快意武林 字意爱恨 卧面道中 畅饮酒肆 分明身为女子 却是峡谷自生 理所当然 一天屠龙记热播后 他成了全民偶像 人们惊艳于这样的轻视容颜 想象如此美人 背后有着怎样适量行凶 呼风唤雨的故事 可谁能知道 他曾十几次自杀 最终于2009年 猝然离世 年仅46岁 死后三天 他才被人发觉 而他的恐怖童年 淫恶家庭 悲愤情史 渐如迷雾散尽 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天之娇女 到孤独离世 刘玉璞的人生 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玫瑰的故事里 苏更生说 他幼年曾被侵犯 凶手是父亲 母亲则是帮凶 我们以为这种事 只是剧情 殊不知 艺术来源于现实 他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承担这一切的人 就是幼年的刘玉璞 唯一不同的是 亲范苏更生的是继父 而刘玉璞是亲生父亲 他的父亲是J人 说一不二 极为专制 在家中 他是霸主 是暴君 视为所欲为疯狂暴力的奴隶主 他煽动用拳头说是 对妻子 儿子和女儿均是如此 他还有个变态的嗜好 家里人洗澡 不准关门 因为更方便他动手 想打哪里打哪里 人毫无遮挡 也没法逃出家门 只有硬生生承受着 无止尽的暴力与羞辱 刘玉璞成年后 记不清自己曾有多少次 光着身子挨打 你知道厕所里面打 拖得光溜溜 却又没地方躲 那个惨叫声你知道吗 而母亲为了自保 从反抗无能到沉默 到最后也开始攻击 幼小的刘玉璞 无视他 辱骂他 仿佛给女儿扣上罪名 就能合理化眼前的 施暴与施虐 刘玉璞走投无路 他以为长大就好了 但没想到长大之后 等着他的是更可怕的梦魇 他后来公开回忆 我在洗澡时 是千万不能关门的 因为父亲会随时进来 侮辱我的清白 我只要稍微反抗 就会对我棍棒相加 父亲对我而言 就是魔鬼般的存在 他趁着帮我洗澡时 对我做那当子事 当时我不知发生什么事 直到上健康教育 才被震惊到 悲剧从幼年 就已经埋下种子 只是当时无人发觉 随着痛苦加剧 他的成长艰难无比 从幼年到成年 提到家这个词 他都有中的恶心和恐惧 多年后 他嫁人生女 已经人到中年 依然果在噩梦中无法脱身 有一回曾送女儿回娘家 但一下车接近巷口 他整个人就开始浑身发抖 他努力着走几步 到底还是不行 仿佛临近地狱 再靠近所有应激障碍 全部唤醒 呼吸都快要停住 他对女儿说 你自己走过去吧 妈妈不行了 只要再一动 肢体就会僵化 甚至昏厥 而这种后遗症 均来源于他的童年噩梦 在还未长大的时光里 他痛苦一天天加剧 他被困在地狱中 无人相助 十二岁 终于上中学 他选择了记住 以为能离开家 父亲再次干预 要求他回家 他不宜 为了逼他回头 父亲不再支付学费 生活费 以为能让他妥协 刘玉璞没低头 那么小的孩子 为了逃离地狱 开始打工赚钱 供自己念书 整个童年 他郁郁寡欢 如同一个灰凉的影子 艰难地在尘世 煎熬着活下去 直到他被星探挖掘 随着长大 他美貌见盛 后音插阳错 拍了一支广告片 自此接触到了演艺圈 他隐约看到了希望 觉得这一行有钱 可自保 能最快速度地 让自己自由 当看到 邵氏影业的招聘 他果断报名 顺利入选 初期 公司给他的定位是打女 打戏苦 累 受伤多 有背景 有退路的女演员 都不愿意干这行 刘玉璞却毫无怨言 因为 笔之于身体之痛 灵魂之绝望 希望之渺茫 更难熬 他非常努力地打 把她当成逃生之路 自救之徒 经由日以继夜的训练 他的打戏用尽全力 动作行云流水 演技加身手 美貌 令他快速走红 他陆续出演了 《足载抽车》 《三创少林》 《少林传人》 《新飞湖外传》等电影 建在圈内有了一席之地 21岁 他遇见了赵敏 高贵霸气 又洒又美 如果说张敏的赵敏 是妖野的 离子的赵敏 是娇俏的 刘玉璞的赵敏 就是英气勃勃的 眼眸异异生辉 气质凛冽 夺目 一个挥手 一个抬眸 霸气净险 女装美艳毅力 男装玉树临风 因此 他被誉为 从原柱中走出来的赵敏 之后 刘玉璞名气大涨 细约不断 如果他能借此号风 直上青云 称为巨星 指日可待 可是 他不行 从头到尾 惶惶不可终日的他 终究走不出 那些浩荡的苦痛 如影随形的阴影 父亲的控制方式 改成了另一种 他向他源源不断地要钱 母亲毅然 一唱一和 像两个张着 心抽大嘴的魔鬼 以亲情之名 用各种方式 从他身上索取 白天 他是风光无限的 人上人 晚上 他是走投无路的困兽 空有名利的演艺圈 留不住他 他想有无条件的爱 有人疼 有人宠 有人给予他 巨大的匮乏 以弥补 可是 积不择实实挑选的食物 多是不健康的 严重缺爱试选的人 多是人渣 刘玉璞就是这样 至于普通人 情如绕纸柔 缠绵动人 至于刘玉璞 情如风雪无常 移动即伤 他因急需心灵支撑 与精神安慰 频繁去往教会 自此 认识了一个年轻牧师 他叫张建忠 英俊高大 温柔通透 接纳他所有的痛苦 迷茫 绝望 并指引他救赎之路 他将内心对爱的渴求 都投射到了张建忠身上 而张建忠也回应了他 天冷送外套 喉咙不适是地上琵琶高 他奋不顾身要嫁给张建忠 父母当然阻挠 这一次 刘玉璞比当年脱离家庭还要坚决 1985年 刘玉璞结婚 这一年他22岁 之后他退出演艺圈身居家庭 可谁能想到蜜月第二天 他就发现自己嫁错了人 他发现 那个温柔的张建忠不见了 婚前 他是希望 是柔情 是生命的托底 婚后 他是私调伪装的控制者 以自我为中心 以伴侣为附庸和辅助 仿佛刘玉璞只是一个工具人 帮助他完成人设的工具人 他需要他站在身边成为完美夫妻 向教会的人扮演幸福的化身 他不再对他体贴 而是要求他言听计从 为了达到目的 他甚至动过手 他无数次哭着说 你把张哥哥还给我 在人前 他们恩爱甜蜜 体贴有加 一起开导所有受苦的人们 在人后 他辈分交加 开始生病 他患上重度抑郁 为了自救 他频繁出入精神病院 张建忠对此非常不满 他说 你这样让教会的人怎么看你 怎么看我们夫妻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人们对抑郁症了解甚少 他们看不见刘玉璞的痛 只知道 他有病还是精神病 刘言四起 非议重重 丈夫意见越来越大 刘玉璞崩溃 他从张建忠喊 那离婚吧 他当然不同意 离了婚 仿佛他就是没有担当 他不能让教会的人有看法 他拒绝离婚 也不给他自由 他给他钱 但仅够活着 后来 他在黑暗的泥沼里 越陷越深 抑郁症家 希望全无令他万念俱灰 他反复想到死 之后 他了结过十几次 每次都被救了回来 有一次 母亲叫嚣着要打死他 父亲直接上了手 他吞下大量安眠药 家中竟没有一个人试图阻拦 抑或展开施救 他们视若无睹 觉得刘玉璞在无理取闹 最后救人的还是他的大学同学 他们匆匆赶来把人送去医院 临出门 还惨遭流浮泼冷水 别做无用工 别指望我们去医院照顾 你就丢在医院好了 还有一次 他又遭父母伤害 他哭着说 我真的求求你 别再说了 我病了 真的病了 母亲冷漠地说 你少拿死来威胁我 刘玉璞痛彻心扉冲出了家门 他猛猛然地上了地铁 好巧不巧 这趟地铁的终点站就在海边 刘玉璞绝望地想 啊 是大海啊 或许这是上天的安排 就在今天吧 考虑到自己会游泳 刘玉璞还事先吞下一百颗安眠药 决绝地步入深海 一时不轻时 他想到了女儿 想最后与女儿告个别 拨通电话后 他说 姐姐要好好照顾妹妹哦 妈妈真的很爱你们 女儿问他在哪里 他迷迷糊糊地回答 啊 我在海里啊 好巧不巧两个巡警路过 见他状态不对接过电话 对那头的家人说明了地址 之后他失去意识 再度醒来 仍在这时间 多可笑 想死的路都一波三折 受阻重重 他没有半点庆幸之感 他说 我一直在自杀 生我的父母都不爱我 还有我爱了二十年的老公 都对我这样 我实在不相信 还有人会爱我 2007年 张剑忠见他病得越来越重 终于同意离婚 女儿们跟着南方出国生活 离婚时 他的银行卡里只有87块 因为没钱 刘玉璞试过回娘家居住 但父母没有好脸色 公鸡不断 羞辱不止 他只有租房独居 那段时间 他似有好转迹象 他出书 讲自己的故事 他画画 以疗愈自己的内心 他上节目 讲述自己噩梦般的往事 还在我看见兽中 出演了个小角色 状态好的时候 他还能回去教会 疏导深陷痛苦的人们 远离父母 远离丈夫 令他终于能自由地呼吸 可惜 他到底病得太重了 自救来得太晚 他依然缓慢地沉下去 沉下去 2009年母亲节 他破天荒地给父亲送了自己的花 和母亲通了电话 也想联系女儿 可没能实现 5月14日 刘玉璞的朋友发现 已经三天联络不上他 不好的预感笼罩着他们 他们报了警 警方强行破门 一开门 最坏的结果验证了 刘玉璞早已没了生命体征 一代美人 与世长辞 离开时 无人知晓 法医给出了大概的死亡时间 5月11日 也就是说 他走了三天都没人发现 他的房子里放着大量治疗 抑郁症的药物 他至死都未能摆脱 病与痛的折磨 张建忠赶了回来 泪流不止 他说了很多 活与痛的话 但有什么用呢 迟来的深情比草荐 离开后的泪水 一文不值 他再也不需要 也回不了头 他身心俱损 一生伤害 一生恨 一生风雪 一身伤 而伤他置身的人 如父亲 虽在他死后 被舆论指责 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也没有明确报应 如母亲 谁也不知道 他是否有一刻 为所作所为忏悔过 只有遥远的影迷 还在执着地怀念他 在短视频平台 人们用各种方式恢复他巅峰时的 阴容笑貌 很多人至此才知 原来有一版照明 如此风华绝代 冷艳迷人 有人迟到地爱他 迟到地追寻他的故事 却在找到答案时 震惊无比 他的过往刷新大家对人性的认知 也刺痛了每个人 往事无追思 追思多悲怅 唯有突然的祝福 若有来生 愿你顺遂骄傲 不受困不依靠 始终主控自己的人生 若你不想有来生 愿你归于永恒 在时间中安详 与光阴中入定 各物旁观再不入局